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Ansree的频道 我这个就是刚睡醒的样子 今天早上呢 那些furniture呢 打电话跟我说他们要进来啦 耶 我的这个makeover就快可以完成了 我的房间大改造 那么呢 现在呢 因为呢 都已经11点多了 我搞到来 所以呢 我现在呢 想要匆匆忙忙的吃一个早餐先 然后呢 等下我就拍给你看 这个furniture 到底是怎么样 我的早餐非常的简单 就是 Melo配这个 苏打饼啦 这个就是马来西亚人的 国民早餐 那么这个国民早餐呢 是怎样充的呢 很简单 就是我很喜欢很搞很搞的 那个Melo所以我都会放两大吃 我记得以前我同事呢 更变态 它是可以是两根哦 可是它的杯哦 超小的 真的是很搞很吉那种 嗯 这个饼干 看到吗 点下去 很好吃 我现在把它沾到软软 一秒钟啊 两秒钟啊 三秒钟 就拿下来 哇 然后沾完整个Melo 嗯 超好吃的 A few moments later 首先呢 就来看一下我的二房吧 到底makeover的怎样了 那上个星期内已经给你看了啦 这个是有床 有床架的嘛 对不对 还有一个落地的窗 那么呢 这边呢 就是万众瞩目的 噔噔噔噔噔噔 把镜头摆过来 把镜头摆过来 That's my 橱 Word drop 然后呢 这个橱呢 是有一点臭的 就是有那个甲醛的味道 所以呢 这几天呢 这间房间都很臭 然后呢 这个呢 我觉得它有一种像IKEA的感觉 对不对 但是吼 它的那个quality呢 我觉得不是不太好啦 然后我给你看这个Word drop里面 我已经放了东西的 这边呢 其实呢 这个厨呢 是非常的不高的 我的身高才150多cm呢 它呢 应该只是高过我一个头啦 所以它真的只有170多cm罢了 所以呢 是非常适合我这种矮的人去拿东西的 因为呢 我有一个地方呢 要去store东西嘛 store我很大样的东西 所以呢 我就把它呢 放我的这个luggage啦 然后很好笑 因为这个厨太抽楼 我还把它放这个肥皂 这个呢 就是很多 它有一个很多很多间隔的地方呢 是可以放这些衣服的 然后呢 这间房间呢 也是我万中其代的房间 就是我的工作的地方 还记得吗 大家 就是我的backroom tree啦 就是我的这个Jorge啦 各位 Jorge真的在这边 然后呢 这个就有一个椅子在这边啦 是不是like a boss 这个呢 就是我的这个study room啦 这个的原本呢 是有两个椅子的 那么 另外一个椅子呢 在哪里呢 就是等我老公回来自己 她亲自选她要的椅子啦 哇 我真觉得我像一个老板呢 是不是 你可以当我是个model 你看 我还可以slip过来的 还可以再slip过去 差点要朝前翻车啦 拿了一桶水啦 我要抹这个桌子了 太暗脏了 好脏啊 好像在搭档下面啦 嘿嘿嘿嘿 不要想错你啦 不要想错你啦 哎呀 要抹椅子呢 然后在这里的电脑 终于都可以放在我的这个study room里面啦 现在就搬啦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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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这个摊抖 我真的不懂把它放在哪里的耶 我看下放这边吧 哈哈哈 一个问题就是呢 插座在里面 所以呢 我就要把这个坐子推出来呢 然后再把它放一个传统在里面 然后再把它勾出这个洞 才可以 这个是很大的工程 因为我要搬来搬去 我发现一件很好笑的东西就是 这个头呢 太大了 它根本 fit 不进这个洞里面 看到吗 所以我解决不到刚刚那个extension的问题呢 所以我就让它呢 直接是这样咯 卡在这边就好了 继续set up 哦 这个汤头 来 拜拜 哇 好累哦 我已经做完了这东西 好想睡觉 你看我头发都变油了 然后呢 这边太多那些线了 我要想办法咧把它收纳 怎样收纳那些线 这样子我的makeover呢 就已经结束了 哦 头晕 OK 现在呢我已经坐着我的这个study table呢 这边呢要开始做工啦 等下我就要剪片 大家就可以看到我这个美美的影片啦 好不好 影片结束之前一定要干嘛呢 当然是要like share comment 还要subscribe endstreet咯 隔壁的那个钟给我打开 叮叮叮 然后呢我们下个影片 见咯各位 好不好 拜拜 拜拜